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子哥关侠旗帐585 孙侠114,蝴蝶95,飞猎手37 潮汐183微型任务,就日子影做完后可跳过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让物生侠旗长相宝箱飞猎手,潮汁一系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啊来到福波正前右边这个锚点 到这里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过来,跳下去 从前方这条大路 从这条大路啊,沿着这条大路往前走 好,这边沿着路走下来 前方这里有一波怪 这是一个镇手箱,我们来把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基准骑导箱 拿到这个骑导箱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往前走 在前方那个肩上 前方肩上有一个设计训练 跑过去 好,来做一下设计训练 好的,拿到这一个机会排出基准骑导箱 那拿到这一个骑导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个营地,你挑紧那个营地 进来营地 这边是要清所有的怪啊 好,我们来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灰光骑导箱 有机会排成要用场 这边这个灰光骑导箱拿完 然后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过来 来到大门这里啊 好,来到大门这里 然后赤条转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这边一根柱子 打一下这根柱子 然后再把赤条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上面那个房子 房子上面啊,这边这个 这里也从旁边啊,爬一下 上来砍一下这根柱子 这边有时候砍完啊 在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这个平台 这里有一个辅助其他箱 拿到他 好了,拿到他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下角 这边这里一根柱子 砍一下这个 这根砍完东方向地图右边 那里是最后一根柱子 枪手决策A一下 四根柱子打完 然后在这上面这里 出现了一个基准其他箱 这里我们跳进去拿一下 物竞其 好,那我们拿完这个其他箱之后 再把赤条转到我们的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里我们出营地 好,在前方这里有一个 射击训练 打包挑战 什么东西啊 好的,那桥将完先拿到这一个 就会基准其他箱 拿完这一个其他箱之后 我们再往北方向就上方 啊,这边 沿着路往上走 沿着路往上走 好,走过来看到前方这里有一条狗熊 在这个狗熊这里是分叉路啊 我们在分叉路这里把视角转到东方向地图右边 从这边走 好,走到悬崖边 然后 跳到我们脚底下右手边这个平台 再看到我们北方向就是上方啊 对面有一个飞猎手 这边来突袭一下 好的,拿到飞猎手 这里拿到飞猎手之后再往东方 东方向啊,地图右边这里跳下去 这边是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里面 有 比较多的宝箱啊 我们跳下来 同样是要把所有的怪都清掉 好,清一下 好,那清完所有的怪之后啊 这里我带你们拿一下 箱子啊 这里是第一个基准其他箱 收获 就是我们跳下来的地方 第一个基准其他箱 这里如果你这个箱子没解锁啊 你记得看一下你的 西南方向地图左脚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它可能有一只怪在睡觉啊 或者两只怪在睡觉什么的啊 现在我们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走过来 左手边 这里 这个平台上啊 还有一个朴素其他箱 就会排场用场 然后打怪解锁的基准其他箱 接下来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一个挑战 好这边是打破所有的桃冠啊 现在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有四个桃冠给它打了 好这里打了之后我们再回头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里 两个 打掉 打掉之后我们回头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上楼梯 上楼梯 然后回头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过来 这里两个打掉 这两个打掉 然后在我们的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楼梯 往往爬 好爬到最上 最上层别击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跳起来 在这一层啊 这一层这里 两个打掉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刚才那个楼梯啊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走过来 回到刚才这个楼梯 爬上去 好这边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两个 好最后三个 刚才已经看到了 过来打掉 好这里全都把罐子打掉之后啊 别 别着急下去 在上面这里有一个精密奇藏项 捡起来这个精密奇藏项 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放 跳下去 刚才做挑战的这个巷子在这里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项 然后这个基准奇藏项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项 拿到这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往上趴 爬上来 爬上来 这边是一个镇守项 我们来清一下罐 好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藏项 让我炒 拿到这一个奇藏项 再往我们的 东北方向地图一串角 这边往前走 前面去开锚点 先开锚点 好在这上面 好那开了锚点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是一个镇守项 好继续来清怪 好的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藏项 拿到之后再往我们的 南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那个哨塔的一个方向走 哨塔的方向 这边走过来跳下去 下面有个阴藏仪的挑战 好来做一下 好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藏项 拿到这一个奇藏项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 有一个营地 好来打一下这一波怪 好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藏项 好了就会拿到这个奇藏项 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过去 前方是一个跑酷挑战 过来开启这一个跑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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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到我位之后出现一个基准奇藏项 跳下来拿刀塔 物近奇藏 拿到这一个奇藏项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现在来到指哥官侠 左上角这一个锚点 好过来之后 四角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去 这边走过去 在这边这个尖上 这里有一个朴素奇藏项 走了 捡起来这个奇藏项 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这边跳下去 下面路上 路中间 一个 这个叫做 潮溪之仪 好的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潮溪之仪的奖励 那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在我们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这个断桥的 断桥的 断桥的 减少 诶 有一个设计训练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设计训练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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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橋啊,看前方這個斷橋 飛到前方斷橋上 交際下這個啊 這邊跳下來 在路邊這裡有一個 這個什麼什麼石頭啊 然後回頭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拿一下空物回頭 過來把這個石頭給它炸開 裡面一個樸素奇長項 撿起來,物境奇長項 撿起來這個奇長項我們往我們東南方向地圖越來角這邊疊條路往下走 旁邊這個跑酷挑戰別著急做 別著急做啊 我們先跑過來 跑過來做這個解密 好,這個解密我們 過來之後這裡一個雙頭 把這個雙頭撿起來 放在右上角 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雙頭撿起來 放在它的 隔壁 看一眼我的試圖啊 然後再把這邊這個 三頭撿起來啊 這個三頭旋轉一下啊 旋轉一下 旋轉兩下放在 放在這裡啊 最後一個撿起來啊 給它丟在這裡 好,這邊就出現在解鎖了 箱子啊 來拿到這一個基準奇長項 有機會派傳用場 拿到這一個基準奇長項之後啊 再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邊啊 這邊這個尖上 這裡 一直跑到尖上 有一顆森霞 有一顆森霞 好,我們拿到森霞之後啊 再看到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走來角 這邊跳下去 前方這一個肩上 這邊這個肩上 一個設計訓練 對,來做一下 好的,拿到這一個基準奇長項 拿到這一個奇長項之後 我們再打開煙門的地圖 我們回到紫歌關卡左上角這個某點 好,回來之後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 這個橋的旁邊啊 橋的旁邊這邊走 橋的右邊 這裡走過來 別著急 別走太快啊 再往前這裡 這邊這一個橋墩 橋墩過來 在這個位置啊 有一個朴素奇長項 結果掩起來這個奇長項 再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飛過去 這個房子的房頂 好,過來 這邊是一個推箱子啊 把箱子推到黃色圈圈那裡啊 好,再把黃色圈圈啊 再從另一個黃色圈圈這邊隨便推一下 再給它推回到黃色圈圈 好,再從這邊黃色圈圈推到目的地 這邊就會出現這樣一個基準奇長項 拿到它 拿到這個奇長項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往前飛 這裡我們先做這個解密吧 好,這個解密 比較簡單啊 三個 三個這個叫什麼來的 呃 三個指 直線的啊 直線 好,這邊看一下我怎麼擺 或者說你們自己擺也行啊 好的,拿到這一個基準成長項 好,拿到之後西北方向地圖短角 這邊我們來打一下潮溪之儀 好的,我們切到怪之後來拿到潮溪之儀的獎勵 我先回拍 拿到獎勵之後我們再回頭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這裡是這個柱子啊 這邊我們 我們先打一下金蝶 然後就蝴蝶 蝴蝶在這個柱子摸一下它 然後跟著它 它的順序就是我們要擊打的順序啊 好,用這裡第二個 這邊第三個 這裡第四個 這裡第五個 好,打完之後 這裡出現基準奇堂香 拿到它 在東北方向地圖右下角 那拿到這個 其堂香 東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往前 有一個陰障儀的挑戰 好,過來我們來做一下這個挑戰 好,那我們打完挑戰之後 拿到這個基準奇堂香 無盡其用 拿到這個奇堂香 在東北方向地圖長角 這裡我換了號 好,那我換了號 我們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邊走 至於為什麼換號的話 因為那個號沒做主線啊 這位置過不去 這裡下面有一個獨立的 潮汐之儀 我們順手給它拿掉啊 這邊跳下去 就是這一個啊 好,如果說這個 沒做這邊的主線的話 是來不了的啊 你只能 只能到這個位置啊 就被空氣槳裡攔住了 就過不去了啊 好,這裡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當切換怪拿到這一個 以潮汐之儀的獎勵 拿到之後 我們再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現在來到 指哥關峽右邊 這一個錨點 好的,那過來之後 我們現在往 北方向啊 地圖上方 這邊走 這是之前 沒做的那個挑戰 好,就是這個跑酷挑戰 好,來做一下 這裡 這裡比 比這個蝴蝶先到達終點啊 過來 爬上去 注意 腳底下這個 注意這個東西啊 它是往前還是往後 好,我們跳過來 比它先到達終點 這裡啊 這裡是 右上角 這一個才是往前的 這邊 沒有一個是往前的啊 這邊跳下去 好的,這裡拿到這一個 精密起床箱 那拿到這一個 精密起床箱 我們再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來拿一下 這邊的觀景點 那現在在凋零防線 左下角 這一個錨點啊 好,這個是荒石高地的觀景點 那過來之後 往東方向地圖這邊 這邊往來跳 好,跳下來之後 東北方向地圖右轉角 這邊這裡就是它的觀景點 這裡荒石高地 只有這麼一個觀景點啊 我們給大家拿到 好,那我們搞了觀景點之後 我們這一批就結束了 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好,那我們這一批是 來到這一個 亭亭山左邊的 黃嵐淚書 這一個副本門口 那這裡是 威形任務啊 虎口山脈的威形任務 第二幕 就日之椅 這裡要做完第一幕之後 在限時間第二天啊 它才會出現 那我們再往西北方向 跌出左轉角 好,然後從這邊回頭跳下去 好,來對個畫 好,對好玩 然後讓我們前往礦場 來吧 礦場 這裡也要來到中速性標 好,來了以後 直接進入對畫 然後我們再來 和這兩個MCA對畫 好的,然後繼續 好,現在我們要下到 下面啊 我們直接 打開地圖傳送 旁邊那個矛點 旁邊那個矛點 好,對好玩 然後繼續 來到這個礦洞路口 好,對好玩 好,這邊再 消滅這個什麼 什麼 就打怪啊 好,第一波怪清掉 地上黃色的這個東西啊 順手調查一下 好,現在我們再 直接跟著任務指引走吧 這邊 這個 任務也是任務指引啊 全程任務指引 好,來打一下這邊的 好的,這裡 打完怪之後 我們繼續去第三個地點 來打完 再來打怪 好,這裡再打完怪之後 稍微等一下啊 等一下任務 好,現在我們直接 打開地圖傳送 虎狗礦場左邊 好,那 果然再 跟著任務指引走 好,今天我們要跳 好,今天我們要跳 這裡再跟著任務指引 這裡再跟著任務指引 好,來打一下這個怪 好,來打一下這個怪 好,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DM啊 這裡DM完成之後 再要後續的話 還要 再要後續的話 就是 就是這邊那個什麼 機關 機關數了啊 那這個機關數 我們放到下一屁 好,那我們就 下一屁再見 我們會不會